习卜会议众所矚目 而中国与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 也从模糊是走上了清晰化发展 而结果学者认为 中俄两国元首是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 双方抱团取暖 试图要催化出新型同盟 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智库副执行长 董思琪 副执行长您好 大家好 目前这个新型态同盟的状态 在未来真的有能力对抗西方世界吗 而这对于他们来说 又有什么样潜在性的威胁呢 好的 那这个中俄两国事实上 在这个东奥之后 本来已经预期是说 要发展出一个更紧密的关系 而且原本也认为 两国的合作是没有上限的 而且也不会受到 其他第三国的影响 或是说 也不是为了要第三国 而去发展这个关系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俄乌战争 的确让这两国各自陷入到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 外交的状况 那同时 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俄罗斯似乎是希望能够跟中国更靠近一点 所以透过跟中国的靠近和接近 甚至是在台海的议题上面 尽量跟中国站在同一边 希望试图获得中国对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上的支持 但是中国现在过去会认为说俄罗斯是一个战略的资产 认为说在俄罗斯的协助之下 美国的话可能就不会把所有的焦点放在中国的身上 但现在看起来世界已经把焦点放在俄乌战争的同时 也非常关注着中国的动向 所以俄国跟中国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作关系 那习近平国家主席 他之前也认为说 他们的合作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 那友好关系是没有止境的 但是在这一次的普丁跟习近平的会面之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看起来很像是普丁必须要紧紧抓着中国 那同时呢 这习近平呢 也有点回避的状况 而普丁也直接的说出来 还能够理解中国的一些考量还是考虑 所以这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呢 我想他们应该是会继续的 试图能够维持一个合作关系 但是呢 中国也会考虑到其他国家 如何看待在世界制裁俄罗斯的同时 中国对于俄罗斯有多靠近 以及俄罗斯会不会在俄乌战争之中 能够会不会有一些超出 目前对于俄罗斯的支援和援助 而在西埔会谈中 俄罗斯对于台湾的问题 似乎是有点过于热情的 试图要将台湾与乌克兰的问题 是捆绑在一起 想表达中俄之间互换支持的目的 另外中国更是极力回避 乌克兰的所有问题 我们也想问问副执行长 这是否意味着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是暂时不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吗 而中俄彼此之间的盘算 到底又是什么呢 我想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 他希望能够获得的是所有国际的支持 特别这样的国际支持 他会希望说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 不管是共产阵营或是威权的国家 不管是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把台湾 视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民主国家之中 已经对于台湾的声援是越来越直接的 那特别是用这种民主国际和民主的价值和原则 来声援台湾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美国近期在这个外交部 参议员的外委会里面 所通过的台湾政策法 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 那更不要再讲说 还有其他包括来自于日本 还有欧盟的支持 那所以中国事实上是非常在意这一点的 而俄罗斯也是看清楚此点之后 所以特别在这一次 好不容易的习近平跟普丁的会面之中 他抛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 希望能够让中国感受到 俄罗斯对于中国的支持和声援 当然这样的支持和声援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换得中国对俄罗斯 在乌克兰战争之中的支持 但我们也注意到一点 就是近期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 似乎踢到了铁板 那事实上在很多的战役之中 这个挫败 那同时许多的原本这个征服到的这个领土 也被这个被迫 被这个还给这个乌克兰这个部分 那所以他在武器上面 近期也是希望能够像伊朗 然后北韩 还有像中国这边 希望中国这些国家能够给予他更多的 更强烈的支持 那当然对于中国来讲的话 事实上他在态度上面是跟 俄罗斯是比较站在一起的 那他也愿意为了这个外交上面 协助俄罗斯来做对于美国的这个谴责 认为说这个战争是因为美国不断的希望让北约冬破 所造成的结果 但实际上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 虽然他已经在能源或者是天然气上面 有购买这个俄罗斯的这些能源 那同时又在天然气管的议题上面 好像也是站在俄罗斯这一边 但是其实现在中国也有非常严重的 这个内部的经济的一个状况 还有在20大之前 如果说受到的一些国际的这些声讨的话 其实对于习近平国家主席 不见得是非常有利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的这个两人的会谈之中 习近平国家主席是采取了一个比较回避 比较没有那么直接去支持俄罗斯的态度 感谢观看